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Cali-von 今天又要再次改裝我的房間 那我的目標就是有一個純白色的角落 那我之前已經拍攝過一個純白色的背景部 也拍攝過一個純白色的桌子 那今天我們要來改造房間 讓這一個角落變成純白的 那目前這個牆壁是白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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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間有一塊木頭顏色 什麼鬼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讓這一條木頭顏色的棒棒 讓它變成白色 那今天我手中有兩根壁紙 我們就要想辦法讓這一根木頭顏色的 跟旁邊融為一體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在貼壁紙之前呢 我們當然需要來測量一下這個 壁紙需要的窗寬高 那我們用我們的雷射測距離 然後來快速的量一下吧 那我們需要的就是一條4公分乘242公分 跟另外一條6公分乘228公分的壁紙 那我們就要來畫一下 那我們來裁切一下我們的壁紙囉 看來是地震 這壁紙設計還不錯 它有5050分成一段 然後上面都有方格 所以你就很明顯的知道多少公分多少公分 我就不用拿尺在那裡慢慢量 超讚的 OK 二分之一完成 OK我們兩條壁紙都裁切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想辦法把它貼上去 所以我也沒有貼壁紙的經驗 那他們買壁紙以後附給我一個刮刀 我們就慢慢的把它推上去看看 反正失敗了還有一整卷可以讓我慢慢的玩 好 Kickstarter 好 噴 切完一條啦 超讚 哇 哇塞 效果超讚 看起來超棒 接下来第二条 哇 这次超赞 纯白房间 这真的超赞 因为像我之前拍的影片 这中间如果有一条木头颜色的话 就会跟我皮肤颜色非常接近 那不 是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我要调色的时候 或者是我要调整我的肤色的话 那我就会顺便调到后面木头颜色 这样后面木头颜色就会变得很奇怪 或者是我们两个颜色太接近 我好像就黏到后面的背景颜色 所以我把它贴成白色 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OK 最后我们今天的纯白房间贴壁纸 分享影片 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 队友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分享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